越南每年吃猫上百万 为什么中国吃货却不敢吃 若是论吃 可能没有国家能比得上中国的吃货们 外国总是有各种物种入侵问题 政府经常头疼不已 而在中国 无论是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还是海里游的 没有咱中国人不敢吃的 甚至把肆虐入侵的小龙虾 都吃成养殖物种 在某些国家有生物泛滥成灾的新闻报道时 中国网友总是调侃道 说吧 想让我们把它吃成积极保护 不过在中国 有一种动物 大家几乎没有人吃 但是在东南亚 尤其是越南地区 人们对它的肉却情有独钟 这就是猫 在猫主子作为猛虫 风靡全世界的时候 在越南 你却难以见到一只流浪猫 并不是越南人讨厌猫 反而是它们太喜欢猫了 你要问到 喜欢什么程度的话 很多越南人会告诉你 它希望每一顿都有猫肉 在越南 猫肉的地位就跟小龙虾在我们国家一样 都是供不应求的美食 在一份名为东南亚猫肉交易的调查报告指出 全球每年有超出一千万只猫被宰杀烹饪 其中亚洲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 而越南就是亚洲中的重灾区 据了解 越南以每年超过一百万只猫的交易量排在省位 为何越南对猫如此情有独钟呢? 这跟当地的风俗有关 越南人认为猫是老虎的化身 吃掉猫肉就能够得到老虎般强壮的力量 女人吃猫肉可以滋阴补身 男人吃猫肉可以强身健体 就像我们喜欢在寒冷的冬天吃牛肉和羊肉 是一个道理 事实上 越南食用猫肉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前 越南处于战乱 物资匮乏 牛肉 猪肉 羊肉等常规肉类的价格偏高 这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人民买不起肉类 因此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猫肉 结果导致猫的数量骤减 随之而来的就是1990年越南爆发 大规模蜀患 这也让当地政府意识到猫的重要性 1998年 越南正式下达灭属令 规定禁止捕杀与消费猫肉 可即便如此 依然阻止不了那些食猫上瘾的越南人 他们吃猫很讲究 烤熟之后再混入一种特殊的佐料来中核酸味 在越南有一道用猫肉制作的名菜 胡宝宝猫肉火锅 这个菜的价钱更是达到了400块钱 这么高的需求也导致了越南的街头 很少能看见流浪猫的踪影 那么 越南每年吃掉100万只猫 为何中国吃货却不敢吃呢 我们能吃酸甜苦辣臭 各种五花八门的食物 但是唯独猫肉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吃猫习俗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在中国传说中猫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老人说猫有九条命 是能够通灵的存在 轻易宰杀会带来灾祸 猫并不是咱本土物种 古代猫从印度引入我国时 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 与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后来凭借着捕鼠技能 其价值和地位一度超过了狗 2018年 光是我国的宠物猫数量 就达到了6700万 爱猫人士群体在逐渐壮大 食用猫就变得更加不合理了 其次 吃猫肉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虽然它们经常被当作宠物 可却是实实在在的食肉动物 喜欢吃老鼠啥的 无家可归的流浪猫 还会吃一些 垃圾桶里的剩饭剩菜 体内存在细菌 要是人吃了 可是有感染寄生虫的危险 最后 猫肉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物质 如果烹饪不得当的话 做出来的猫肉就会发酸 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这也是我国吃货 不爱吃猫肉的原因 如今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饮食方式日益丰富的 我们能选择的食物很多 建议大家还是多寻找一些 健康合法的饮食习惯 对自己的生命多一份保障 对自然生物多一些敬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吧 喜欢此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你们的喜欢 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